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赶快爆破排线 现在红水盐验色坝被保留下来变成了水电站 这是人类第一次证明利用验色坝吗 修水电站的前提是存在水位差 验色坝就是要把本来往下流的水困在高处 所以只要能稳定存在 很多验色坝都被改造成水利工程 比如说新西兰的怀卡雷摩纳验色坝 下游有三座水电站 黑龙江的五大连池静坝湖 还有西藏林芝的巴松错坝 这都是验色坝 也都建了水电站 但是前面说的验色坝 一般形成时间很久 比如说前面提到 新西兰的怀卡雷摩纳验色坝 形成于2200年前 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稳定性 五大连池这清朝火山爆发的结果 离现在只有几百年 但火山熔岩凝固以后就是一整块石头 不会被水流冲开 这样的验色坝当然可以放心利用 绝大多数验色坝没有这种稳定性 因为大多数验色坝是山崩堵住了河流 靠松散的沙石构成临时大坝 承受不了水牙和冲烧 有人大致统计过 有一半的烟色坝寿命不超过七天 烟色坝一旦崩溃 洪水和泥石流就会瞬间冲到下游 所以要尽快爆破 不能等水位涨起来 红石岩烟色坝是2014年 云南拢电线6.5级地震的产物 峡谷两侧山底倒下来 直到了一个83米高的大坝 最高处103米 堵住了牛兰江 存储了2.6亿立方米江水 从地震后的现场照片来看 红石岩烟色坝的主体是来自 风化严重的岩层 不像火山熔岩那样坚固 一般来说这种烟色坝是要赶快清理掉的 不会放人不管 更不会改造成水利工程 但是中国工程单位创造了奇迹 既没有引发破坏性的灾难 也没有拆掉烟色坝 反而直接把烟色坝作为蓝水坝 修了水电难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烟色坝 综合水利枢纽工程 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的破坏性力量 大多数烟色坝的下场不是自己崩溃 就是被人类炸掉 红时间烟色坝被改造成水利工程 这个经验能不能推广呢 被烟色坝堵住的牛栏娘坡度大 水利资源丰富 早就进行了体积开发 有一系列水电站 这次形成烟色坝的位置 上下游都有水电站 烟色坝自己也淹没了一个 2005年建成的中型水电站 这个水电站被淹没以前 为了扩大高差 没有在大坝上安装发电机 而在侧面的山体里面凿了一个饮水碎动 让抬高的水位绕过大坝流到下游 然后在碎动底部装发电机 充分利用水流速度 这次烟色坝形成以后 原本的电站大坝被完全淹没了 但烟色坝的位置正好位于大坝 和下游电站厂房之间 饮水碎动还是能从烟色坝里面饮水 流到下面发电 所以灾害发生以后 这位饮水碎动可以排坐很多洪水 给抢险人员争取了时间 抢险队伍在烟色坝上开了一个泄流槽 保证排水 把烟色坝的主体保留下来 2014年10月 通过泄流槽和饮水碎动排水 烟色都被放空 可以慢慢拆除烟色坝 但是红石岩烟色体有1000万立方米 拆除的费用很高 而且峡谷里根本就没有地方放这些渣土 另一方面 烟色体规模大 坡度平缓 也意味着自身的稳定性比较好 经过检测 这次滑坡制造的石块普遍偏大 稳定性不错 所以云南设计单位决定 直接利用这个新大坝 为了让自然滑落的渣土 变成可靠的大坝 施工单位的烟色体上打孔灌浆 制造了一个内部的混凝土防震层 然后在山里边开创更多的饮水水洞 既增加了泄洪能力 也扩大了发电机组容量 经过整修以后 红石岩水电站装机容量 从8万千瓦增加到20万 新的大坝库龙1.85亿立方米 保存了烟色坝的大多数容量 可以给8万人供水 烟色坝的潜力被全开发出来了 我们当然希望以后 所有烟色坝都能像这个红石岩项目一样 从地质灾害变成工程奇迹 但刻观来说 红石岩颜色坝能从灾害变成资产 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 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原有工程 如果没有侧面的隧道 如果构成大坝的沙石太松散 估计红石岩颜色坝早就被炸掉了 所以只能说这次项目 可以改造颜色坝提供了宝贵经验 以后遇到类似情况 工程单位的强险硕士会更丰富 如果遇到非常合适的颜色坝 也许我们还有重现袭击的机会 6月22日 台湾民意基金智库进行民意调查 国民党的政党支持率只有16%左右 在20到24岁的最低年龄段 国民党支持率竟然是零 25到34岁的年龄段 也只有各位数的支持率 今年初我们在第69期税前消息里面 分析了台湾省的选举结果 说国民党虽然大败 但是作为一个保守右翼政党 同一个政治光谱上缺乏竞争者 基本盘还在 但是从这一次的调查数据来看 国民党根本就没有未来 等到这一代的年轻人长大之后 必死无疑 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 会这么讨厌国民党呢 发布这个民调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背景相当勤劣 董事长曾经是陈水扁的亲信 但是数据还算可靠 他今年2月份宣布 国民党支持率跌到过12.5% 历史最低 几乎同时 亲国民党的智库 今年也承认支持率是13%多一点 现在民意基金会说 国民党在年轻人中没有支持率 国民党一边也提供了证据 今年2月份 台湾国民党主席候选人 江启臣接受采访 说国民党29万党员 30到39岁只有6253人 20到29岁2657人 加起来9000出头 开不到1万 其他28万党员都是40岁以上 再过20年 不用拐杖就能自己走路的国民党员 可能会收缩到几万人 国民党的确没有未来 大多数选举政题 只要形成了左右两党结构 一般都会稳定很多年 最近十几年 台湾社会发展也比较平稳 一般来说 对保守政党是比较有利的 为什么反而是 左翼的民进党越来越强势 优异的国民党 会越来越趋向于灭亡呢 要说清楚国民党衰弱的原因 先要搞清楚 他在蒋家倒台之后 是怎么稳住基本盘的 国民党在民主化之前 是一个军事独裁集团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这有历史原罪 其他国家和国民党 类似的专制集团 在政治转型的时候 基本都被全面清算 国民党能平稳过度 简直就像中的彩票 从全世界来看 除了台湾 这有韩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比如卢泰鱼是全走换的接班人 代表韩国军阀政权集团 参加了1988年 韩国首次真选举当了总统 不过这个卢泰鱼几年后 还是被清算 被判了17年 台湾国民党就被 没有一个高层政治人 由于戒严时期的血战 接受了政治审判 连韩国军阀都要羡慕他们 台湾和韩国允许军阀 进行和平转型 主要原因都是受到 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 军事上不能制造太大的动荡 政治上也要保留 一个有行政经验的集团 台湾受到的军事压力 显然比韩国更大 所以对待过去的军阀集团 也更温柔一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两岸关系开始缓和 但统独问题也正式浮出水面 两岸政策成为台湾政治 永远的核心话题 民进党选择了台独立场 和大陆的关系 从亲密变成紧张 让大多数台湾人都觉得不安 这个时候国民党站出来 宣布自己的政策是维持现状 说国民党干部 有丰富的安全事务经验 能够掌握好两岸关系的分寸 吸引了大部分希望稳定的选民 避免被彻底清算命运 通过两岸关系一起保重命以后 国民党在政治上 选择了做一个温和右翼保守党 主动讨好工商业中间阶层 公职人员和外省地居民 在台湾经济起 为工商业大发展的背景下 这些人对内 的确需要一个保守主义政党 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接住这些人的支持 国民党充分利用 自己独裁时期的执政遗产 把绝大多数技术官僚 暂时集中在自己内部 营造了一个比其他党派 都更懂经济的形象 用专业性去吸引中间选民 压倒左翼民进党的群众力量 整个90年代 国民党都保持着大致的优势 但是军阀集团的最大问题 是没有意识形态 专业性只能对外吸引选民 对内不能促进团结 一旦度过了转型初期的生存危机 内斗就是国民党必然的结果 反正蒋家已经不可能回来了 内斗没有公认的裁判 见到立即他们就要争 对党内竞争对手背后捅刀子 毫不犹豫 连续出现了好几次中党分离 另外政治上没有意识形态 勾结黑道搞贪污 就是理所当人的事 1993年爆发的 法国军舰行贿案件 不仅台湾自己的伪总统 伪参谋长没有办法撇清 乃至于当时的法国总统 总理外长都成了嫌疑人 这是台湾对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发出的最沉重打击 中间选民看到 国民党领导人不断对外丢脸 也觉得他没有能力 借练强的力量 来维持两岸现状 开始抛弃国民党 到这个时候 国民党对民进党最大的优势 就是行政干部的执政经验 让求稳定的中上阶层产生好感 但是民进党在这方面追赶的也很快 1994年 陈水扁利用国民党分裂的机会 当选为台北市长 任职期间表现不错 第一次打破了民进党 政务能力差的标签 虽然陈水扁执政后期表现不好 重新送国民党上台 但是90年代的民进党 已经掌握了很多台湾事先政权 锻炼了一批政务官僚 而且民进党内部比国民党团结 官员不用担心做出一点小失误 就被党内竞争对手利用 敢于做合理的风险决策 治理效率反而比国民党团队更高 到了2010年以后 台湾人已经不再认为 国民党比民进党的执政基础更好了 第69期我们提到 国民党在军事独裁结束以后 选择了右翼保守主义立场 在社会价值观方面 维护传统家庭 反对非主流婚姻形势 在经济方面主张减税 减少福利 放松对企业的管制 反对严苛的环保政策 类似于美国共和党建制派 现在不支持国民党年轻人 如果在30岁以后 积累了一定的财场和地位 会不会转向国民党呢 在社会分化比较明显的社会 想用纯粹的立场去拿选票 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坚决执行 符合基本派需求的政策 守住自己阵营的选票 一种是站位上模糊一点 避免反对派再多 现在国民党的问题是 站位清晰 绝对拿不到中下层群众的知识 但是执政软弱 在传统的优移阵营也不讨好 所以长远来看必然崩盘 从站位来说 台湾普通人 尤其是年轻人看得到 国民党亲近大资本 初远中小企业 每年从大陆讹诈的巨大利益 绝大部分都被国民党政客 和少数大财团分了 党内的社会流动性反而越来越停滞 所以底层会反对一个 对台湾上整体上有利的 两岸符号协定 从执政风格来看 国民党政客缩手缩脚 既怕激发所义群体的愤怒 也怕出错被自己人利用 放弃了很多应该坚持推行的政策 比如说 在核四电厂问题上犹豫 连用爱发电的说法都不敢正面期盼 得罪了工商业大资本 对台独克刚问题 国民党含糊其词 得罪了外省级的保守牌选民 这些人过去支持国民党 虽然觉得国民党还站在自己这边 但是太软弱了 没有保护基本议题的能力 所以也逐步放弃国民党 在左右两面都不讨好 国民党是没有未来的 那杜公你怎么解释 国民党的韩国瑜 在2018年赢得了高雄选举呢 这是韩国瑜个人的胜利 和国民党整体上的崩盘没关系 2018年选举 韩国瑜被国民党内部排挤到 绿营根据地高雄 从一开始党内就没有人指望他能赢 韩国瑜意识到 国民党已经没有主动发起议题的能力了 最大的号召力是民进党的反对党 所以他们拼命攻击民进党的错误 用又老又穷色味激发南部民众的共鸣 拿下了一个难得的胜利 但是由反对党给自己定位 就意味着放弃了主动权 韩国瑜企图带着高雄的胜利 去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得罪了有野心的国民党政客 得罪了大资论家郭台铭 也得罪了指望他认证改造本地的高雄人 所以他被民进党集中攻击 当初来蹭他胜利光环的所有国民党同志 根本没人愿意出来分担民进党的攻击 最终导致韩国瑜成为台湾史上 第一个被强行罢免的市长 很丢脸 韩国瑜从上台到下台 给国民党没留下什么遗产 只是证明了现在台湾政权的主动权在民进党一边 只有民进党出现重大失误表现太差劲的时候 国民党才能恢复一点支持率 可以说未来在台湾没有国民党的位置 只有一个反民进党的生态位 或许可以让国民党夺占几年 大陆这边还有很多人对国民党抱有希望 杜公你怎么评价大陆给国民党输血的行为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国民党都不值得输血 因为这些政客从来就没有对大陆的输血做出正面反馈 当年马云牛总是夸要自己从大陆拿到了贸易盛查 但在统独问题上 马云牛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统性 坚持两个中国和民进党的一中一台论也没有啥区别 之前陈水扁执政时期 台湾教材被塞进了一大堆台独宣传 早就有人警告说这是挖国民党的根 但是为了养扣自重 也为了所谓的党内好名事 马云牛直到执政默契才搞了一点遮遮掩掩掩的客纲微调 现在台湾35岁以上的人 都厌恶当年蒋家正群的粗俗历史教材 35岁以下的人都对台独教材印象深刻 国民党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让年轻人喜欢 2014年的反服务运动 民进党发动中下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强行占领委立法院 今年6月28日 为了充分利用民进党反对派的时分 国民党的立委借着否决民进党来提名陈局的议题 照猫画虎 也想占领立法院 用家具造了一个法国大革命风格的接累 绿营方面对此不屑一顾 根本就不用动员自己的支持者 也不叫保安 就靠民进党自己的立委动手 没有一个人受伤就把国民党的接累干掉 国民党立委自立而外的占领立法院 只围撑了19个小时 这说明国民党已经老到连打架都派不出流氓了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连民进党的反对派都不太敢做 开始逐渐向民进党靠拢 前面有提到国民党党主义江启臣 他是连战以后第一个台湾省本省机关的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上任就公开宣布 九二公式过时了 要全面复制民进党的对外政策 虽然后来他又迫于压力收回一部分观点 但两岸的正常人都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眼下的国民党根本就不比民进党更亲大陆 给这样的组织输血 不仅对解放台湾没有帮助 反而有严重的负面作用 之前六月中旬 有网民建议学习韩国经验 给负责病毒取样的医护人员配备封闭式的检测厅 7月1日中国国际电视台报道 北京各大医院开始尝试核酸检测厅 检测厅里面有空调 而且采用了镇压技术 确保外面的空气不会进入亭子里面 减少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 现在正是炎热的夏天 医护人员可以不必穿着厚重的防护服 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面做病毒取样 多工你怎么看待北京向韩国学习呢 事情本身没什么好说的 在调教允许的前提下 尽可能改善医护工作条件 这既是合理的劳动保障 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 保护更多人 但是这件事前后出现的网络讨论 值得回顾一下 6月1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 出现新冠肺炎爆发式传染 成为新的疫情中心 之后北京迅速开始大公元病毒检测 6月份的北京天气已经很热了 又不像南方梅雨季节那样 有云彩挡住太阳 有很多工作人员在30度的气温下 穿防护服务工作 还要被太阳暴晒 很容易中暑 所以不少网友质疑后勤工作不到位 6月16日有微博网友提议 引进韩国的核酸检测厅 医护人员站在里面 对外面的民众进行检测 不需要晒太阳 也不需要穿防护服 感染风险也更低 这个建议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支持 但是向韩国学习 是中国互联网上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天然的反对者 这些反对者为了否定韩国经验 找了很多理由 比如说有人说手套消毒不彻底 会导致交叉感染 有人说封闭空间开空桥不安全 不如户外通风条件好 宁可在遮阳棚下搞冰块脚温 还有人站在患者的角度 说北京检测压力大 使用检测检测会影响效率 也会被群众骂脱离群众 绝对不能用 总而言之 不会有人公开说我讨厌韩国 所以要否定韩国的技术 但是所谓技术弱点的列表越来越长 6月17日舆情开始爆发 当时一个豆瓣用户发帖 说自己是采样人员 问了几个同事都不喜欢韩国的采样站 他们天凉快的时候就在树影响工作 天实在热了 也有空调物 但是开除工作 保证效率 还可以换姿势 无论这个豆瓣用户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这篇文章从医护人员的角度 支持了反对者 也拿出了貌似合理的技术论述 所以被频繁引用 6月18日19日 主流网络媒体开始转载这篇文章 标题从技术探讨升级到中韩对比 反对检测厅的一派 明显占据了舆论优势 但是就在网络讨论越来越激烈的同时 医疗机构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6月16日 新编晚报报道 上海中山医院西院出现了类似的核酸采样厅 镇压和密闭室配备了进风扇 用物理方式避免医护人员感染 北京是这一楼疫情的中心 所以反应也很快 6月18日 北京疫情防控公共领导小组表示 全市正在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参与的医护人员都非常辛苦 正在采取措施 扩大检测力量 优化检测流程和环境 当天 北京协和医院已经开始准备采购检测房舱 6月21日晚上 协和的新冠核酸采样房舱和办公 间早只用了70小时 6月24日 北京是首个核酸采样工作站的天坛体育中心投入使用 新闻说 这个采样站组开始涉及到完成研制的检测进行用了5天 也就是说从18号开始 这个检测站已经开始设计了 从现场图片看 检测人员不用穿防护服 通过密闭的袖套进行采样 层内有内缺环的空调 同一天 北京幽安医院也开始使用移动核酸采查厅 根据报道 研制团队将在近期生产出二代设备 向北京22家世属医院同时投放 6月28日 北京市把方舱装到了汽车上 投入首批两辆核酸检测采样车 给医护人员提供室温20度通风除菌的良好工作环境 7月1日 医护人员接受采访 表示在检测亭里面工作很舒服 不用穿防护服了 武汉疫情结束以后 各地对新一轮疫情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很少有人想到 防控理论上最严密的地方是北京 但是北京反而成为新的疫情中心 所以北京医护人员一度措手不及 为了寻找疫情的传染路径 他们只能用简陋的设备 做广泛的病毒取样 产生了很多重处事故 甚至很多医护人员暂时丧失了工作能力 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 与其强调人的积极性和吃苦精神 不如充分利用科技力量 从最近的报道看 北京多个医院不约而同 都选择了快速建造封闭式空调方舱 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工作效率 至于他们是不是都学习了韩国经验 我觉得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尽快解决疫情问题 我作为互联网媒体人 回顾这次网络争论 留下的最重要经验 就是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不要因为过去的争论陷入偏执立场 影响对事实的判断 希望各位观众 也能够用同样的严厉标准 来监督我们的节目 在评论中指出我们的各种问题 好 一晚发言六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周日再见